字幕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Z 姿宇 中秋节快到了,我来到了我小舅母的家 请教她如何制作这一道桂花燕菜月饼 如果不想吃甜甜腻腻的传统月饼 燕菜月饼是不错的选择哦 要准备的材料有桂花 龍眼 适量的枸杞汁 300克的红糖 果冻粉和燕菜粉 酱燕菜粉的红糖摻在一起搅拌 酱燕菜粉的红糖摻在一起搅拌 油胶的红糖摻在一起搅拌 酱燕菜粉的红糖摻在一起搅拌 酱燕菜的红糖摻在一起搅拌 酱燕菜 酱燕菜的红糖摻在一起搅拌 不好意思,打开一下 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分享 刚才的果冻粉不一定要放下去 它的作用其实是为了避免 咽菜隔了几天后会生水 而且如果你知道果冻粉的制作过程的话 它其实并不适合素食者使用 为什么 果冻粉也称为鱼角粉 英文名为gelatin 它是取自于动物的一种蛋白质凝胶 是由动物的骨头啊 还有筋骨和皮肤制成的 而agar agar powder 咽菜粉又或者是羊菜粉呢 里面就没有动物的成分 它是进由海藻制成的 它有一种可以取代果冻粉的 就是这个蒟蒻粉 蒟蒻粉呢 英文是叫 konyuga oh no 哦不对 是konyaku 它是一种植物 蒟蒻 通常素食者如果想要吃咽菜 jaggy的话 你们可以选择用燕菜粉或者是蒟蒻粉来制作 好 废话不多说 回去我们的制作啦 准备2300毫升的水 加入斑兰叶来提香 加入刚才准备好的红糖和燕菜粉 搅拌均匀后采开大火煮 搅拌均匀后采开大火煮 加入枸杞汁和桂花 煮滚后就可以将燕菜水倒入月饼模型河了 这是在哪里买的哦 这是第一层 我们会分成两层来做 主要是避免枸杞汁和龙眼沉在底层 到时候翻过来没有那么美观 而且比较没有层次感 当然如果你嫌麻烦的话 不在意美观 一次搞定也不错 加入龙眼 第一层稍微干了 像这样子用牙签插几个洞 待会加入第二层的时候 比较容易黏起来 加入第二层之前 记得要把燕菜水再煮滚一次 然后就可以放入冰箱大概20分钟 冰冰凉凉的燕菜月饼出炉啦 我本身如果是传统月饼的话 大概两三口我就觉得很甜很腻了 但是这个燕菜月饼啊 不到两下子就被我烧光咯 而且啊重点是 吃了这个燕菜月饼 不怕肥 月圆人圆世事团圆 中秋节快到了 我祝福大家 越来越幸福 越来越开心 越来越健康 中秋节快乐 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记得帮我点个like 还有分享出去 如果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 记得订阅咯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拜拜